咖啡 走进中游加油站的复合式商店 按自助咖啡机 不过未来可能不用自己来 未来到加油站加油 想要来杯咖啡 有机会不用下车 因为中游打算推得来素咖啡 中游站务人员不只要加油卖洗衣精 未来可能也要多卖咖啡 包括免下车的得来素式的咖啡服务 或是咖啡吧台 露天咖啡座 甚至是时下最流行的货柜屋方式 都有可能 还打算向英国知名的 连锁咖啡品牌取经 虽然中游强调到时推出的咖啡 绝对平价 但就怕咖啡箱会不会飘进汽油味 如果说是得来素的话 一定要离开加油区 我们会离开加油区 所以这些的构想 我们都已经在规划当中 在加油站博力多销时代 多角化经营的还有全国加油站 砸重金在竹北加油站旁 盖餐饮商城和婚姻会馆 铁板烧知名牛排馆一夜合作 开速化则是全力抢供自助商机 在直营的台亚加油站 投入上亿成本建制第二代的自助加油机 今年底前将要钛换200台的加油机 预计明年初开始推动电子发票 估算下来一年可以省下至少250万元的支出 直播油价波动大 有时候油比水还要便宜 加上一粒一休成本大增 除了无人化 本业越来越难震 有的也只好朝着副业向前冲 记者谢郡仲李文科台北报道